为什么有人欠债就是孙子 有人欠债却成了爷 大家好,我是你好阿涵 只跟您说不忽悠可实践的真点冥想 可以解忧,我有阿涵 今天我们来学习法巨经 上集我们讲到53级 今天我们学习54级 多加罗,也叫多杰罗,是一种香树 拔西基,意义是与是花,就是茉莉花 张檀,多杰罗和茉莉 茉莉香不能逆分而行 而善人茉香能逆分 创遍四周,上下十方 张檀香和多杰罗,青莲花和茉莉花 所有一切茉莉香中 芥形茉香为至上 多杰罗和张檀,茉香微乎其微 慈芥的香最高,香薰便满天界 一切芥形皆圆满,安住于不放异中 依靠政治或解脱 摩罗不知他踪迹 这几个祭送出自杂罕1073经 根香只像橙香、姜之类的根有香味 茎香像薄荷、罗勒、肉桂的茎有香味 当时,安南尊者都是在僻静之处 他想 有三种香气只能顺风散发,不能逆风散发 哪三种呢? 根香、金香、花香 是否有香气能够顺风散发、逆风散发 或者顺风,逆风同时都散发呢? 于是,安南在下午下座之后 就向世尊请教这些问题 世尊说 是的,是的 这三种香气只能顺风散发 不能逆风散发 安南 另外有一种香气 它能够顺风散发 也能逆风散发 还能顺风逆风同时都散发 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 在所住的城镇村落中 成就真实之法 不惨爱生灵 不偷盗 不谐音 不妄语 不酗酒 像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 十方善下 从性善法的人都无不称赞 安南 这就是能够顺风散发 也能逆风散发 还能顺风逆风同时都散发的香气 在现在商业社会中 信息传播的更快 诚信和名誉更加重要了 看看新闻 就知道每年有多少人 因为偷税漏税 因为各种家暴 丑闻 因为不但言论 事业分分离析 甚至总统都会被弹劾 一旦上了实习名单 不仅不能坐飞机高铁 银行卡和微信钱包 都可能不难用 甚至子女的教育 也被限制 而有良好诚信和名誉的人 在三界中 常常能无往而不利 你看 世尊是2500年前的人物 但我们现在还在学习 而同时 有很多皇帝总统 现在连名字都被人忘记了 逐渐品行修养 有多么重要了 当时 世尊就说寄送 根 敬 花的香气 不能逆分散发 只有善男子善女人 持戒的清净香 无论顺逆分 都能变满各方 没有不知道的 多杰罗和张潭 木香树和茉莉香 这些香气中 戒香最上等 张潭等各种香气 所寻之处 只限于极少部分 只有清净的戒德香气 可以散发到天上 这种清净的戒香 是以不放异 镇定为根本 以政治而得到解脱 是邪门歪道 所不能做到的 这样就叫做安稳之道 这条道是清净的 持政见 安住于生妙禅定 解脱恶魔的束缚 政治解脱者 魔不知所趣 这是指阿罗汉露灭后 魔王找不到踪迹 魔王也挺可爱的 喜欢玩躲猫猫 我们来看看 杂含1091金 皮破罗山 是王舍城的五山之一 在王舍城郊外 七叶树林十四 这是一个新地点 之前也提到过 就是七叶窟 大家设进行的 第一次经典集结 就是在这里 这个窟前面有七叶树 所以叫七叶窟 当时 师尊住在王舍城 皮破罗山的七叶窟中 仙人山 也是王舍城五山之一 传说原来这里住了仙人 十受益解脱 也翻译为十解脱 指暂时性的解脱 依靠定力 或者听闻法药 暂时压迫烦恼 而得到法喜清安 但还没有真正的断尽烦恼 会推转 具体家 是波波城摩洛王子 出家后就住在王舍城 当时 具体家尊者 住在王舍城 仙人山侧的黑石窟中 他独自思维 保持不放异 自己也得到了利益 正得了暂时性的解脱 自证自知 男儿很快就退转了 前后一共经历了六次退转 具体家尊者想 我已经退转了六次 现在我应该用刀 结束生命 我不想第七次退转 魔王波寻 感知到他的心念 波寻心想 具体家如果真的结束生命 那就跑出我的控制之外了 我现在应当去报告世尊 他就拿着琉璃饼的琵琶 来到世尊住处 他那弦颤颂几颂 有大智慧 有种种方便善求 有大神力的圣者 您那位烦恼赤圣的弟子 现在想寻死 伟大的世尊 您应当前往制止 不要让他寻死 为什么听闻世尊正法 戒行的声闻弟子 还在学习的阶段 还未得到结果 竟然想结束生命呢 世尊也以寄送回答 波寻你这犯意的家伙 你是为了自己才来找我 一位坚定的行者 他常安住于生妙的禅定中 昼夜精进努力 甚至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看见三界生死的可畏 断除内心的碍语 已经吹拂了魔君 聚敌家将会振得涅槃 波寻听完之后 很烦恼 琵琶掉落在地 伤心的消失了 世尊就召集大众 我们马上到仙人山黑石窟 聚敌家比丘 正拿刀要结束生命 大家来到黑石窟 看到聚敌家比丘 弹倒了地上 已经生亡了 世尊说 你们看到 弹倒了地上的 聚敌家比丘的尸体了吗 是的 看见了 世尊 你们看到 围绕在尸体的四周 有黑烟生起 弥漫四发吗 看到了 世尊 这是进行现场教学 这是魔王波寻 他来聚敌家三男子 尸体的四周 寻找聚敌家的石神 然而 聚敌家比丘的心 已经没有执着 进入无欲涅槃了 以不住心 在巴黎本中 是以无住时 拨涅槃 一个人去世之后 绝大多数人 一时都会离开身体 在讲解冰死体验时 讲过了 当时世尊就为 聚敌家比丘授祭 他证得了阿罗汉国 魔王波寻又唱起来了 我在上下集四周 到处寻找他的石神 却不见他的踪影 聚敌家究竟去哪呢 世尊也以寄送回答 如此信心坚固的行者 对于一切都无所贪求 他已经拔出了欲爱的根本 聚敌家已经证得波涅槃 魔王 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离自己很远 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心魔 可以把波寻 看成是拟人化的心魔 当一个人处于焦虑 抑郁 或者被欲望驱使的时候 那就是被魔王 紧紧束缚的时候 花香不逆风 沾谈多家罗 茉莉香一耳 得香逆风勋 比正人之香 便闻于诸方 沾谈多家罗 拔西姬清廉 如是诸香中 借香为罪上 沾谈多家罗 此等香甚微 持戒者罪上 相勋诸天间 成就诸戒行 助于不放异 政治解脱者 魔不知所趣 犹如粪土堆 背弃大路盘 莲花生其中 翻箱庆人心 在于此防腐中 如同这粪土堆 正等觉的弟子 智慧绽放光芒 我们都知道 莲花出淤泥而不懒 但现实 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从世尊的真实经历中 我们能看出来 世尊和圣弟子们 他们不是空想者 他们扎根在现实中 从能引导几千人 上万人修学 在跟随的弟子中 有平民 有普通市民 也有富豪权贵 教法能流传2500年 他们还要面对 其他中派的排挤打压 统治阶层的不信任 还要面对像提巴达多 这样的内部分裂 还要经历一次的饥荒 战争 瘟疫 这有足以证明 他们能从淤泥中 汲取营养 不断改进 现实并不一定 会按照我们的想象发展 比如 我们可能会遇到 被朋友抛弃 背叛 欺骗 遇到寒野的巨变 前几年 我们被关在家里 房地产这几年的臣服 照配寒野的巨变 我们常常根据事情 对自己的影响 来判断好坏 或喜 或悲 然而 把时间拉长 需要我们认真观察 这些正在运行的事件 和其中的规律 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成长的淤泥 如果人从这些无常中 汲取养分 我们也能绽放出 智慧的光芒 有一位朋友 做工程的 平时也修得挺认真的 也要坚持供养 禅修 这几年做工程的 大家知道 都是三脚债 收不上回款 同时 欠了一屁股债 既然是回款有问题 那就要努力解决 现金流的问题 去协商 去处理 但这位朋友坚信 只要我坚持供养 坚持戒行清净 坚持禅修 我的财务问题 就一定能解决 结果最近被告了 成了失信人 供养 戒行 禅修 这也都没问题 但不代表 你不用认真工作 不用直面 当下的问题 这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真正了解 什么是缘起 第四品 花瓶就结束了 丢瓶是鱼品 游巡 指成年公牛 拉车走一天的入城 有说二十多公里 也有说七八公里 活阴度对数字很朦胧 失眠者夜惨 疲倦者入惨 不明了正法 鱼者融回惨 这句意思很好理解 慢慢惨夜 无心睡眠 翻来覆去 度日如年 疲倦的时候 即使只有几公里 都觉得入城 非常漫长 不明白正法 胡作非为 那它将来面临的 就是无尽的轮回 因果 是一般人观察不到的 有些案例中 有些人明明在 胡作非为 却享受荣华富贵 因为我们常常 只能看到部分事实 我们来看看 《中阿含言语经》 世尊跟比丘们说 每个人都随了自己 所做的业 而领受相应的果报 如果不休息 清净范行 就不能灭尽烦恼 反之 就能灭尽烦恼 为什么呢 如果有人做不善业 必定会受地狱的果报 为什么呢 但一个人 不修生 不修戒 不修心 不修慧 寿命就会非常短 就像有人 把一两盐 投入到少量水中 想让水变咸 而不能饮用 你们认为 这样可行吗 是这样的 世尊 嗯 为什么呢 因为盐多水少 所以水就不能饮用了 就像这样 有人做不善业 同时 又不修生 不修戒 不修心 不修慧 寿命就会非常短 必定会受 后世地狱的果报 后面一段 要参考一下 针织部 另外还有人 虽然也做了不善业 但只是在这一生中 感受一些苦果 在未来 并没有受多大苦 也不会堕落到地狱中 为什么呢 但一个人 修生 修戒 修心 修慧 寿命就会很残 就像有人 把一两盐 投入到恒河中 想让水变咸 而不能饮用 你们认为 这样可行吗 不行的 世尊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水多 盐少 就像这样 有人修生 修戒 修心 修慧 寿命就会非常残 虽然做一些 小小的不善业 但只是在这一生中 感受一些苦果 在未来 并没有受多大苦 也不会堕落到地狱中 我再打一个比方 为什么有人 做不善业 必定会受地狱的苦报呢 就像一个牧羊人 贫贱无权 面对高官权贵 要夺取他的羊 他只能恭敬 祈求他们 您行行好 请把羊 还给我吧 或者 你们把羊钱 给付了 很惨 这就是一个人 不修生 不修戒 不修心 不修慧 寿命就会非常短 同时 又做不善业 必定会受地狱的苦报 可能有人会义愤填膺 凭什么 太不公平了 但这个世界 从来就不是完美的 所以才要改进 为什么有人 也做了不善业 但只是在这一生中 感受一些苦果 在未来 并没有受多大苦 也不会堕落到地狱中呢 就是像 羊的主人 是高官权贵 而有贫贱无权的 偷羊贼 来偷羊 羊很快就被叔叔们 找回来了 贼也被五花大板 带回来了 这就是有人 修身 修戒 修心 修慧 寿命就会非常残 虽然做了小小的不善业 但这只是在这一生中 感受一些苦果 在未来 并没有受多大苦 也不会堕落到地狱中 我再打个比方 为什么有人做不善业 必定会收地狱的苦报呢 就像一个人 只是欠别人五块钱 甚至只是一块钱 这样就被债主五花大板 为什么呢 因为欠债者 贫贱无权 这就是一个人 不修身 不修戒 不修心 不修慧 寿命就会非常短 同时又做不善业 必定会受地狱的苦报 为什么有人也做了不善业 但只是在这一生中 感受一些苦果 在未来 并没有受多大苦 也不会堕落到地狱中呢 就像一个人 即使欠了一百块 甚至一百万 一千万 也不会被债主捆绑 为什么呢 欠债人 有无量的产业 而且很有势力 这就是 有人修身 修戒 修心 修慧 寿命就会非常长 虽然做一些 小小的不善业 但只是在这一生中 感受一些苦果 在未来 并没有受多大苦 也不会堕落到地狱中 有的人 一欠债 就成了孙子 有的人 欠债的才是爷 富豪板上的那些富豪 几乎每个人 欠款善意 能借到这么多钱 来经营 利率还低 别人也愿意 把钱借给他 这也是能力 但同时 他们也有 很强的现金流 很厚的家底 检验自己的人品 检验自己过去 积累了多少福豪 这并不难 试试找朋友们借钱 看看有几个人 愿意借给你的 大多数都是 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借不到 现在知道也不迟 二十岁时的巴菲特 也借不到多少钱 但现在很多人 都抢着给他送钱 差别在哪里呢 几十年所积累的名誉 信用 财富 知识和朋友圈 而这些 需要你从当下积累的 从你当下的一言一行 开始积累 而那些 尽情挥霍自己 信用和名誉的人 等待他们的是 慢慢的融合 不免者夜长 卷者游寻常 不明达正法 愚者轮回常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恩老师 感恩作与阿罗汉 感恩大家 花时间听法思维 愿大家能保持正直 诚信 清静善知之善有 想借钱 就能借到钱 欢迎大家观众 公号你好 阿涵 这跟你说 不忽有 可实践的真人冥想 可以解忧 未有阿涵 欢迎点赞 转发观众充电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 欢迎来您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谢谢